- 天氣預報 - 天氣預報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天氣預報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小丁鈴 第一點根本就是 禮拜二來講的話 台灣附近處於一個微弱偏東風的環境 大氣結構來說的話 稍微比較穩定一點 那麼水性也都減少了 所以說五後雷陣雨的情況 會比較減少一點 但是前往山區的話 還是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因為山區部分 還是有五後雷陣雨的 接下來看一下 微星圖上面的說明 通常可以看到台灣相關來講的話 雲的部分都比較少一點 這是受到太平洋河的影響 所以天氣相對比較穩定 到了午後的時候 山區這邊就會發展出一些對流出來 到時候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容易下雨 所以建議大家 在今天的話 白天出門 記得在平地的話 就要防在防中暑 那如果說前往山區活動 就要留意這個 下午的天氣的狀況 如果說在溪流旁邊活動 那麼這個上游 烏雲密布 就要趕快撤離了 那麼另外呢 在台灣東方海面 旋轉這個雲團 是第11號颱風 它目前呢 正是很快的呢 向西朝向琉球的髮巷來移動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未來的模擬圖 未來說的話呢 這個颱風很快速的 向西正是轉西南西 移動到這個 琉球一帶海面 目前看起來的話 比較有可能的路徑呢 還是在這個 琉球的南方海面 這邊做一個打轉 然後呢 就逐漸的呢 往北上去 所以說呢 目前看起來對台灣呢 直接影響的機會 並不是說非常的大 但是因為它在這個 禮拜五 禮拜六 甚至禮拜天的時候 其實呢 它的活動範圍啊 就在台灣的附近而已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特別留意 這個颱風的變化的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流場的變化 從流場圖 可以看到台灣附近的風場 大概都是屬於偏東風 所以說呢 大致上來講的話 各地天氣都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只有在這個 東南部啊 沿海那邊 零星的短暫正雨而已 那麼呢 其次呢就是在五後的話 山區呢還是有點 雷震雨發生的機會的 好 那麼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雨區的變化 禮拜二來講的話呢 比方於下地方 還是在山區這邊為主 那麼禮拜三來說 一樣都是山區的 午後的雷震雨 那麼禮拜四來說的話呢 一樣在東南部這邊 可能有點降雨發生 這是受到這個 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甚至在北部這邊 都有一些這個降雨發生的情況 那麼到禮拜五的時候呢 在颱風它更接近 所以說外圍環流的影響 北部這邊的降雨 就會比較多一點 不過這個變數呢 都還是比較大的 如果說颱風呢 如果再離台灣遠一點的話 可能北部的降雨 就不會這麼的明顯的 好 那麼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溫度的趨勢變化 在北部來講的話 在未來一周的高溫來說 在禮拜四禮拜五 到禮拜六來說 因為颱風比較接近 可能天空雲亮多 那麼呢 也有可能下雨的機會 所以高溫會從35度 降到大概只有32到33度 要一直到颱風 逐漸遠離的時候 高溫才會逐漸的回升上去 那麼低溫來講 大概在26到27度之間 那麼在中部來講的話 未來一周的高溫 大概都在34到35度左右 低溫在27度左右 那麼在南部來說的話 未來只有高溫 都在33度左右 低溫則是在28到29度 那麼在東部地區來講的話 未來一周的高溫呢 大概在33到32度之間 那麼這個低溫來講 則是在26到27度之間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今晚的天氣預報 今天晚上來講的話 北部是多雲的天氣 低溫27度 高溫29到31度 中部來講的話 是屬於多雲稻情的天氣 低溫25到27度 高溫來到29到31度 南部地區來講的話 是屬於多雲稻情的天氣 低溫25到27度 高溫大概在29到31度之間 那麼在東北部來講的話 是屬於多雲稻情的天氣 低溫26到27度 高溫29到31度 花東地區來講的話 也是屬於多雲到多雲稻情的天氣 低溫26度 高溫29度左右 接下來看一下明天的天氣預報 明天來講的話 北部來講 是屬於多雲 午後短暫雷劍雨的天氣 低溫27度 高溫34到35度 中部地區 晴到多雲下午 有點午後的雷劍雨 低溫25到26度 高溫34度左右 南部地區一樣 是晴午後短暫的雷劍雨 低溫25到27度 高溫大概是32到33度 東北地區來講的話 是屬於多雲稻情的天氣 低溫26到27度 高溫31到34度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預報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預報 宵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演还没开始,雨丝却开始飘下,甚至还变成潘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Listen to the vide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